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今天第一节来听课的呀 应该有是吧 有的话那就先看一下 然后后面看那个录播 因为之前第一节课没听的话 可能这节课有点跟不上 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上课的内容 因为第一节课首先是讲构图 然后讲了一些 只是第一节课是我们的不烦恼时上的 然后我上一节课是上上周了 上上周主要讲的是羽毛的画法 我们讲到了一个小技巧是吧 大家还记得是用什么技巧吗 我是用的那个压线笔哈 首先压了一下然后再上的颜色 那个羽毛的质感会好很多 然后没有压线笔的可以不用压线笔 之前我们还说了什么 红衣服的针还有什么写完了的中性笔 是吧都可以用 怎么节约怎么来还是那句话 然后上我们上节课是把上半部分画了 但是画完之后我们还要整体的看大效果 然后再来着重的刻画嘴巴眼睛和羽毛这个尖尖这里 把出彩的地方刻画一下 我们都说眼睛能眼睛是传神的是吧 所以眼睛比较重要 好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翅膀和背部接着继续画完 上周我们是先平铺了的平铺底 平铺一变颜色然后再一变一变叠加加强明暗交接线 像有的话的话是先把明暗关系给画出来 然后再来一变一变叠加 好的我们先看音乐应该OK吧 圆图圆图要山羊老师发一下 OK我们先画一下背部这块黄色的 之前因为这个颜色现在有 其实其实有点深 但是这个屏幕印上去的话变浅了一点点 我们再加重一些先挑笔 之前我是用的用了那个柠檬黄平铺了的 然后再添加了棕黄 后面一变一变叠加要用到那个橘色 注意哈第一变颜色可以比可以凸一点没关系 因为裤大色越画到后面比要越尖越细 好刻画啊要把颜色压到纸里面去 平时很多同学就画面上色有点吐槽哈 就感觉那个颜色没到纸里面去很多白色的噪点 可能就是画到后面刻画的时候比没有消尖 那个比上色的颜色没压到纸里面去 所以就有白色噪点 我们挑一只橘红色 然后继续画我先削一下 把笔削尖一点 因为我们已经叠了两到三遍颜色了 越往后面画笔要越尖一些 放到后面看一下背部哈 画到后面的话要强调明暗交接线 明暗交接线不是一个线哈 之前学了的应该知道 明暗交接线它是有很多小块面 组成了一个面 然后这个背部我就没有用那个压线笔压 因为背部的颜色比较浅 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彩线笔勾勒出来 之前的头部是因为比较重 所以拿了勾线笔勾了一下 就是压线笔压了一下 我看有的同学把这只鸟都已经抱完了 速度好快呀 转发 发 了一下 像这样子的压力 新人也可以学 慢慢学 像很多同学都是以前的小白 之前什么也不会画 后面学了一个月 进步很大 坚持把初级中级高级学完 以后看到画肯定是会画的 不跟老实话的话 我是用的绿灰 120克的油性银银 这里还可以交出一点点 不是很高清啊 这个已经算挺高清的了吧 红灰也可以 可能这颜色会没有那么艳丽 好了注意看 我们因为把下面的颜色加了橘红色是吧 上面的颜色现在弱了一点对吧 没有之前那么红了 现在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因为我这里强化了 这里就弱了是吧 弱了之后我们又要把上面再加强 把下面的颜色加弱的颜色加弱 现在我觉得这里一块有点掐死了 然后呢我稍微提一下 然后因为提了之后有点半白 还是用之前的颜色用黄色再叠一下 叠一下之后呢 然后再加点橘色 是上次画的 但是没画完 因为我们清明节不是休息了吗 然后就是接着上次画的 用黄色的打一下底啊 这里因为刚刚已经差白了一点 然后呢 现在还是用橘红色再叠加 和下面的这一块颜色区分一下 好的 然后再在这一块啊 这一块 我们稍微用那个红棕色 把那把明暗区分一下 这一块是有投影的 背部搭在这个身体上面 所以会有一个小小的投影 用红棕色画一点点 卡一下 注意这里啊 画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斜 从右向左斜线条 有的地方呢 用竖线条 又有的地方用斜线条 就破一下边 有的同学如果画一条直线 竖线 就一笔画下来 这样就容易卡死 变化一下 斜线 竖线 斜线 竖线 还要有虚实 有的地方虚一点 实一点 然后再过渡啊 因为现在还是有一点点重 这里 这边也画一点点 曲线 有些地方 杀线 不揘 不揘 有你 那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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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蓝色和橙色衔接的地方稍微画一点点会更自然 好了然后背部啊背部之前这一块只叠加了一片柠檬黄 所以现在是不是有点偏暗的颜色 我们可以用那个黄棕色 我挑一下黄棕色啊 其实先用棕黄土黄还是和之前一样 用棕黄打一个底 好平铺一遍之后 是不是颜色还是不够纵 我们再变了一支土黄 是不是颜色是油浅变深是吧 好现在加土黄的时候就要卡一下了哪些地方重一些 这些地方为什么要重一些 是不是那个翅膀上的羽毛叠加在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投影 稍微卡一下 稍微卡一下 加了橘黄之后我们要加一点点橘黄 把这一遍一遍一遍叠加啊 加了橘黄之后 待会儿投影的地方我们要用黄棕色再卡一下 这里有一点看错了哈 这里有一点是蓝色的 OK 由黄色渐变成蓝色这里 好的 好的我们用黄棕色 卡一下投影的地方 好的我们用黄棕色 注意画投影哈 油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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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轻 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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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话 很容易掐死 就过渡成一个面啊 画面中的线 除了这些羽毛的线哈 就是这些外轮廓线呀 把线都过渡成面 就会自然很多 过渡一下 好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画蓝色的蓝色 翅膀 之前是打了一个底啊 现在呢 翅膀我们从那个 翅肩开始画 翅肩是 黑色 棕色的 棕色 我们之前说了 如果 是黑色 就可以尽量用黑色画 就之前说的 如果 不是黑色 偏一点蓝色呀 或者红色 是不是就可以用古蓝和 深红 我们可以调出黑色来 这个我们可以用 找一下黑色 注意看一下 有圆图吧 大家都有 那个翅肩 最尖肩上面 是不是有点偏 黄棕色 红棕色 对吧 那我们先 可以先画黑色 留一点出来 最好是先 用那个 黄棕 红棕 铺一下 好 我们先来 找一支笔 放的有点乱 这什么笔啊 给我说 我刚才拿来吧 黄金色 黄金色在这吧 好着急啊 好着急啊 好了 先铺一遍 先铺一遍 尖尖的地方 铺一点点 然后也可以过渡一下 嗯 嗯 然后这里第二片第三片一片一片画 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一片被遮挡了一点 这里只能看到一点点了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每片上面尾部都有一点点棕色 再来看看 一片一片 ここ一片一片 一片片铺 一片片铺 一片铺 这边的穿插关系稍微比这边复杂一点点 继续叠加 好注意啊这上面的它只有下半部分的 是不是有那个棕色 上面部分的是没有的对吧 那我们就不用花了 好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片 然后我们要开始区分羽毛与羽毛之间叠加的 有投影啊 怎样区分羽毛与羽毛之间叠加的这个层次感 稍微也用这个黄棕色 蓝色的对比色 护补色是什么颜色呀 同学们应该都还记得吧 我们就用那个 有没有人记得呀 可以打出来 蓝色的护补色是什么颜色 没人知道啊 没人知道啊 哦好 选择自己说了啊 对 橙色的对的 好的那我们就用黄棕色先把这里的投影先去分一下 把羽毛去分开 画在你的时候一定还要再过度过度就不会显得那么死 好 插得 注意这里这里是不是有那个羽毛的质感是吧 那我们还是要用压线笔压一下 没找到压线笔 我们就用缝衣服的针来画一下 压一下 上周 上上周有些是没听的 没听到刻的哈 我再讲一下压线笔怎么压 压线的时候它也像羽毛一组一组的 怎样 用弧线 短的弧线 这样的话画出来太太僵硬了这些线就没有很柔的感觉 这样画一下 这样 短弧线 好了那我现在继续再压一下线 然后这边也是 好了 那你稍微压了一下 等一下就效果会好一点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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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大面积的是不是偏黄棕色在里面 我们可以多渐变过来 好 然后在第二片和第三片叠加的地方我们再来刻画一下 叠加的地方就有投影 是吧 它在它的上面 那上面就肯定有投影 然后这里 这一块怎样羽毛要区分出来 层次感 好 然后我们再画这一边 因为这里待会一块是黑色的 这里也要有上面的这一块背上的羽毛在翅膀上面搭在它上面的 那么也有投影 我这边的都还 这边还没换 最重的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可以多叠加两遍 开水白菜把其他的护肤色的颜色也打出来了 是吧 挺好的 好 然后接着这边 这里是最重的 我们就多叠加几遍 拜拜 感谢观看 好 然后第二片 好 然后第二片 这一块 明暗关系 就是先从这里 中间往 现在看我们的光源是从左边过来了 因为这里有一个鼓起来的地方 那它在右边就会有一点点投影 所以这边稍微注意点 这边也左边有一点点偏棕色 轻轻的叠加一遍两遍 好 然后第三片 好 整体的就加强了一下 一遍明暗交接线 就是加强了一下明暗关系 后面我们要开始用蓝色再来加强明暗关系了 我们先用一支浅蓝色 因为惠伯家的蓝色系是比较漂亮的 应该是很漂亮不是比较漂亮 用了一支比天蓝色还要粉 就是还要粉一点 粉是什么呢 就再添加了一点白色进去 颜色很漂亮 这个就不平铺了 重的地方有投影的地方我可以多叠加几遍 像这个亮度亮一点的地方 那我就叠加一遍或者两遍 就会叠加几遍 亮面有一点偏绿色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的固有色先画一遍 然后再来加其他的 把颜色丰富一点的 先画固有色 再画其他的环境色呀 冷暖 像有的一般亮面偏冷色 亮面偏暖色 就把它其他的环境色再加进去 画完左边接着画右边 画完左边接着画右边 有投影的地方多叠加几遍 这里是最重的啊 注意那个用笔的力度 之前我们可以这样 外屏般是讲过了的啊 油重 倒轻 用力的时候 这里刚好是有投影 过度到亮面 过度到亮面 油重到轻 油重到轻 每叠加几 那它就会有一个渐变的效果 如果如果一直都是这么重的话 它就是没变化的啊 没变化 明暗关系就出不来 我们的明暗关系可以有 有那个轻纵控制 有颜色控制 有这个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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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这里也有投影 再加重 然后第三片的羽毛 好 这一块都是蓝色的 然后有点融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还是跟着它的行走 它是一片一片往上的 感谢观看 好了 整体烧完一遍 两遍颜色 然后我们又从赤尖开始画 说到赤尖怎么感觉 想到的烧烤 是的 用的黄棕色 就有点偏 有点偏橙色的成分在里面啊 这个暗面的黄就黄棕色有点橙色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蓝色的互补色是橙色是吧 我们用黑色在这里 注意啊 刚刚画了这个黄棕色的部分是要留出来的 因为它的赤尖是有点偏黄棕色 这里就直接用到黑色了 注意这里一块可以稍微平涂一些 因为它羽毛和这头部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头部的羽毛是比较蓬松的 它这里的羽毛的话是比较紧 然后一片一片的 所以我们稍微平涂一些都没关系 质感和这里不一样 这里的话是我们是一笔一笔这样勾勒 像勾勒出来的 这里我们平涂的话可以平涂成一个面 我们平润的一笔一笔 这里稍微过渡一下 让这两个颜色衔接自然 就是能融在一起 不要就是黑色就是黑色 棕色就是棕色 两个颜色融不到一起 就像这个颜色的一样 这一块也是黑色的 一起给画了 然后紧接着 这里还有一片羽毛 我们用棕色再勾一下 这里是有一片羽毛的 也是一样的 这个在这一片的上面 那这里也会有一个小小的投影 然后再画这一片 形成了一个明暗关系 这里的棕色 把这里的黄棕色 刚好就给衬托出来 这里的黑色种下去 画到黄棕色的部分 稍微慢一点点 让它们衔接自然 画到这里的时候稍微可以快一点 因为它一块都是黑色的 然后再画一块 等一下这个黑色上面 我们先把它的固有色化了之后 稍微可以偏一点点紫色在上面 我是能看到紫色 看你们每个人的颜色色感不一样 看你们自己能看到什么颜色 感谢观看 好注意一下 这边的黑色比这边的要纵 这边的要浅一点点 所以我们待会画的时候 你们可以先从左边画到右边 也可以从右边画到左边 看自己的个人习惯 所以先画这边的话 等一下就要浅一点了 轻一点 光从这边来 这边的对比要强一点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小的 一点点被遮挡的 好这一块 这一块的投影在尾巴上面是比较重的 我们还是先用黄棕色 先加强一下 然后再来画黑色 再用黑色 加强 投影 再用黑色 然后我们画了一遍右边的黑色 然后现在开始画左边的 左边的这里有一点点 然后这一片上面也有一点点黑色 颜色比较浅黑色的 颜色比较浅黑色的 好这一块的穿插关系 稍微比这边复杂了一点点 还是一片一片从时间叠加 这一片在它底下的另外一片又会形成一个投影 然后接着吃另外的一片羽毛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里的翅膀一片一片的 是不是在这个身体上面也会有投影 稍微画一点点 稍微画一点点 最下面还有一片 好 那么下面的这一片羽毛 它在尾巴上面也还会有投影 还是加点黄棕色 如果直接黑色的话 没有一点色彩倾向的话 不太好看 再加一点点黄棕色 稍微画了一遍 然后我们又开始从这里的羽毛开始 刚刚是用的一支比较粉的蓝色 现在呢 刚刚说亮面部分偏绿色是吧 用了一支有点像孔雀绿的感觉 我会有点像孔雀绿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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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亮面偏绿的我们都画一下 像这里啊 这里就很能看出来 亮面这一块是有点偏绿色的 暗面这一块是偏蓝色的 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投影啊 开始还没画到位 然后还是用这支孔雀绿 再在亮面叠加 还有这里一块也是有一点点黑色 浅一点的没有这个赤尖的重 然后还是用这支颜色孔雀绿 再叠加叠加 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边是虽然处在暗面啊 但是它的颜色呢 纯度比较高 就比较艳丽 我们还是给它加一点点这个孔雀绿进去 也叫孔雀蓝吧 孔雀蓝 孔雀绿 注意暗面的地方 黄棕色换了之后 我们还是要用固有色再叠加的 再往上面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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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再往上面叠加 再往上面叠加 在重量叠加 对面叠加 这边也再画一下 这里同意画一遍 等一下再画一遍蓝色 刚刚说的这边有点偏绿 是吧 这边更偏蓝 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叠加 有投影的地方 也稍微粒度 用力重一点点 这边也是一样的 可以 然后这里卡一下 这边也是一样的 稍微卡一下 边缘的地方稍微虚一点 就不要抠得太紧 稍微我们既然说到的 近时远虚 这里稍微近一点 越往远边 稍微虚一点点 这里衔接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一直叠加 然后饱和度还没达到 所以我们再叠加 把之前的 黄棕色要覆盖 但是它又有点带那种 黄棕色的感觉 所以之前那个黄棕色 就画得比较重 像这一块 这一块的投影 再查一下 注意画画了一个大关系之后 一定要推远 看一下效果 哪些地方 还要刻画 先画大关系 然后我们再来刻画到 小的细节 所以最好不要就一下就给画完了 我们画 画一画 停一停 停下来就是观察 观察看一下自己的画面 然后再继续 好的 然后现在这一块 我再加一点点蓝色 有点 挑一个偏蓝的吧 一样的还是要加强明暗关系 感谢观看 投影的地方 动一点 然后这边 继续叠加 还是一样 每上一层颜色 我们都要加强 什么 明暗 要不然你不加强的话 画面就容易平 没有明暗关系 像头部 我们之前可以按照那个 素描里面的球体来画 身体呢 我们可以按照 圆柱体 它是有一个体积的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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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稍微衔接一下 蓝色变成橙色 稍微过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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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两边的翅膀重了之后 这里就又会变弱 就像开始这里一样 我之前我这里没画橘红色的时候 我感觉这里的颜色挺重的 后面加了橘红色 上面的颜色就弱了 就像这里一样的 所以我们又还要在背部 再把颜色给加重 现在这里也是有一点偏黄绿色的 背部一起给画了 所以经常有时候 让你们把明暗交接线加重 暗面加重 本来投影是挺重的 结果你把暗面一加重 投影是不是就弱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投影也要再强调一遍 再加重 好 然后上面我们还是用黄棕色 再叠加一下 还是一样的 投影的地方加强 然后再加强调一遍 然后再加强调一遍 我们从来说 再加强调一遍 这样的地方加强调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稍微卡一下 稍微我用了一个黑色的 稍微轻轻的 它黑色画轻一点 就有点像灰色的效果 然后先把我们这里 刚刚这里已经叠加了几遍是吧 那赤尖我们是不是还只画了一次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赤尖 再画一下 因为我们开始画第一遍的时候 感觉颜色挺深的是吧 现在我把这里加重了之后 我感觉又弱了一些 又弱化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又要加重 然后它在它的下面也会 下面一片也会有投影 有点赞 字幕志愿者是这个 персонаж 然后再下面一片 所以颜色化不中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多叠加几遍 下面也是一样的 这里处于一个暗面 所以它的黄棕色不会像这里瘦光面这样鲜艳 所以还是要用黑色压一压 然后这里的投影 在尾巴上面的投影 然后再在右边 把尺间的黑色加重 这里稍微抢一下 这片羽毛在它上面 实际要做一点点这一块 因为也是有投影 好 现在我们是不是发现 这里是不是有点亮了 对吧 因为之前我们只叠加了一遍颜色 所以后面我们还要继续再加颜色上去 我也觉得吃间我也停得饿了 好想吃烧烤 好想吃烧烤 好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再加重一点点 好 现在我们用黄棕色 再在最尖尖上面叠加 好 再加一块 好 再加一块 刚刚说的黑色的上面 我能看到偏紫色的颜色 看你们能看到是偏什么颜色 就可以加上 刚刚说的每个人的色感是不一样的 我用了一个紫色叠加 让颜色更丰富一点 我用了一个紫色的颜色 好的 然后这里的暗面最后偏黄棕色 我们再来叠加 叠加一遍 开始第一遍叠黄棕色 是因为区分一下 就是羽毛与羽毛之间的层次感 现在再叠加一遍 是因为它本来就羽毛上面有点偏这种黄棕色 所以我们再叠加一遍 然后再叠加一遍 好 然后这边的也是一样 好 尾巴 尾巴和翅膀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它其实也是一个黄棕色和蓝色 只是两个的成分有一点点偏差 像翅膀的呢 蓝色的偏得多 尾巴是橙色的偏得比较多 所以画的时候 我记得因为Y匹克的有一个画那个石榴的 所以我做一点评的时候 有时候就说加点黄色或者灰色 其实看圆图它是偏黄色的比较多 所以灰色的画多了的话 那肯定画面的效果就没那么好 肯定是黄色的成分比灰色的多 所以现在这里我们看画面的话是 黄棕色的成分是比蓝色的多是吧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 黄棕色要多一些 注意色彩的倾向 还是一样的 先按照明暗关系来画 把羽毛给区分 按照明暗关系来画面 按照明暗关系来画面 然后自己的颜色稍微重一点点 把中间凸出来的这个地方稍微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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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的这个地方稍微淡一下 现在我们还是也要强调棉岸关系了 然后边边稍微轻一点 然后这个中间的地方重一些 中间的地方重一些 然后稍微区分了一下羽毛的层次感 然后我们再开始又要叠加蓝色了 在橙色的上面画了一部分之后 继续加点蓝色进去 蓝色也是和我们刚刚这里的一样 先用稍微浅一点的蓝色 用最粉的那一支蓝色 这个蓝色是可以平铺一遍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今天要画完 如果九点没画完 就稍微加一点蓝色给它画完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的蓝色 好的 现在平铺了一遍蓝色之后 我们这个投影暗面的地方 要稍微再重一点 要找一个深棕色了 要不然这个黄棕色重不下去 把米削尖一点 刚刚说的 换了两三遍三四遍 画到后面 米要越来越尖 看一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点点掉粉刷一下 我们可以背一支毛笔 就像有时候用橡皮擦一下 有那个橡皮屑 然后可以用毛笔刷一下 如果用手这样敷的话 我们能画这个颜色容易抹掉 抹糊也不是抹掉 没那么容易抹掉 它就是容易把画面给弄花 可以买一支毛笔或者 这个呢 这个叫牌笔 这个叫毛笔 可以买一支刷一下 一切 它就只能得开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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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的 把投影的地方加重 然后这里刚刚我们用黄棕色颜色没种下去 现在我们用那个生棕再卡一下 好尾巴的这部分是黑色的是吧 然后我们用黑色加一下 慢慢的我先用棕色 棕色深棕色淡一下 然后后面再画黑色 这样的话黑色里面它就会有偏一点点 这个深棕色 深棕色它其实也就是有一点黄色 黄棕红棕的成分在里面 那个黑色再画上去就不会只是黑色 它就会有一点色彩倾向 就像我刚刚这里我加了一点紫色 那它肯定就光比黑色好看一些 之前这里这一块我是调的 用普兰加深红 它就不会那么黑的没颜色 我们说的黑色白色和灰色 是没有颜色倾向的是吧 好再加一点黑色进去 稍微过度一下 然后这一片是在上面 这一片在下面 也会形成一个遮挡关系 遮挡关系 遮挡关系就有什么呢 有投影 所以下面的比上面的要重一些 然后这里添加一点点黑色 然后这里添加一点点黑色 让它沉下去颜色 好这再往上面走 这里有一点偏 又有一点偏棕色了 刚刚说了尾巴的成分 黄棕色的成分要多一些 比蓝色 所以现在我们又再叠加黄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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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腮红刷是个好办法呀 腮红刷更软 然后我们再叠加黄棕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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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有一点点偏红棕色 所以找一支红棕色 好 这里和投影还要衔接一下 继续叠加 注意排线的时候 尽量跟着行走 像这里这样走向的 那我可以这样排 这里投影 这里是这样走向是吧 我可以这样排 这里是这个样子的 我也可以这样排 跟着形体的结构走 这里稍微破一下 破一下边 好 现在就是开始我讲的那个问题了 也是一样的啊 开始这里我还没怎么上颜色的时候感觉这一块很重是吧 现在呢我后面我尾巴已经换了尾巴换了我感觉投影这一块是不是视觉上面感觉又弱了一些没有之前那么重呢 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再加一下 所以画面是一直都要调整的啊 如果我们局部画不是哎呀我这一块我就画完了 可是我待会儿我画完了我整体的观察一下看哪里还要做出调整对吧 我看也没有了 这个节目要怎么办 这一块边还是选择的 还有这一个卡弹 这一块让我经计它 我看也要是最好 就是一次扇短的 就像我丝尾巴装 好的 再继续叠加 蓝色我开始纸画了一遍 纸叠加了一遍 因为我比较用力化的 如果叠色比较浅的话 就可以叠加两遍 这里再用深棕色 夹一下 这里也会有一点小投影 这一块稍微纯度高一点点 我们加一点点橙色进去 让它更亮一点 因为棕色系列它都是一个中间色 就是中间的既不偏冷也不偏暖 就纯度也很低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块比较亮的话 纯度比较高的话 那我们就要换笔了 换鲜艳一点的颜色 如果你要画一个比较亮的东西 肯定棕色系是不行的 纯度太低了 那这样反过来 如果我画的太纯了 太艳丽了 我是不是可以加点棕色系进去 降一降是吧 能把艳丽度降得低 我先整体的先画完 再就先整体把大的颜色画了 像这个树干 树干我先从案面开始画 稍微轻轻的 用绿色叠加一下 绿色红色都可以其实 找了一支偏橄榄绿的 再暗部叠加一下 亮面就不要画过去了 亮面等一下画过去 颜色太暗了 明暗区分不开 这个视频要等以前录播的课 跟完了之后就有这个跟了 现在应该是那个勺药花吧 按着运续走的 勺药花后面 后面还有两三节吧 之前播放老师画的 明天是我们播放老师讲课了 大家准时的来看 然后呢还没有关注那个 又画微信公众号的 现在还可以关注 反正里面我们每天会更新一篇文章 也可以看一下 好 这里是个颜色 颜色要注意点是因为什么 鸟在树枝上面也会有投影 我们下转的视频 在你树干鼻 比羽毛的颜色稍微重一点 所以我们排线可以沿着这个边线 边缘线由重边浅 往外开始排线 稍微过渡一下 如果不过渡的话 画到后面那个明暗对比太强了 然后我们现在永固有色 我们用那个深棕色 整体的铺一下 这里之前有个小亮面提一下 断了 笔断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我们经常画照片照片 其实不能完全按照照片上面的画 像这个树是不是很多细节 但是呢 我们如果画的话 就不要把那么多细节都给画出来 因为现在主体物是这一只鸟 然后如果把树干呀 什么所有的细节都画出来了 那它有一点点强主体物了 所以就我们经常说的 主刺没有分清 没有分开 什么都有主刺的 那像这 整只鸟上面 肯定 头部 眼睛 羽毛 尾部 嘴巴 又是比较重要的 它不是整只鸟都是最重要的地方 是吧 我们要 把哪些出彩的地方 要刻画得更精致一点 把主刺拉开 是的 我上次有点腌后盐 我们画这个树干的时候 稍微比可以斜着排这样排 因为这个树干它不是很光滑的东西 我们现在每个物体不一样 像我们之前画的那个石鸟 芒果 那水果类的 它有的物体是比较光滑的 那我就要平涂画得很细腻 这个树干现在是比较粗糙的 它的质感是比较粗糙的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 不要所有的东西都是画得很匀 颜色画得很匀 它有的 那就是要比触 要有比触感 有的呢 它就是要细腻 不看到笔触感 所以每个东西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甚至是怎么看 像是不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开始点击 这一样的 不是 在这一样的 还在这一样的 我们下椅子 不是 得不败的 这种 感谢观看 冬色先是固有色 先铺一面固有色 然后再来加环境色 就让它有一点点色彩的变化 我们刚刚暗面是用绿色打的底 亮面呢我们可以偏一点点橙黄色 一般暗面偏冷的亮面偏暖 亮面偏冷的暗面偏暖 它是有一个冷暖变化的 所以刚刚说的这部分也可以用红色 红棕色打底 暗面用的绿色 紫色也是冷色系 我现在可以在暗面再加一点点紫色 让颜色更丰富一点 刚刚这里太光滑了啊 破了一下边就不是太光滑 就是太一条直线没变化 好 亮面我们先可以用那个黄棕色 叠加一点点 你们今天都没有刷衣和鲜花是吧 好 这个明白了可以刷衣啊 亮面偏暖的暗面偏暖的暗面偏暖 亮面偏冷的暗面偏暖 冷暖变化 每个物体都一样啊 都是一样的 冷暖变化 好 然后这个树干呢 是次要的 我们就不刷那么多了 我们再把这个鸟刻画一下 上上周的时候 嘴巴其实还是没刷完的啊 我们找一只 一只一只白色 注意看这两只白色 有一只偏暖 有一只偏暖 在白色的纸上面 看不怎么出来啊 好的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亮面对吧 偏蓝色 但是呢 这个蓝色的感觉 饱和度还不够 对吧 我们用白色压一下 把它压到那个纸里面去 那我现在拿的这一只的是偏 偏冷一点的啊 因为这个颜色比较多 120色的 它肯定色系里面都会有偏冷 偏暖的 像紫色呀 紫色整体都是偏偏冷色对吧 但是它再分细的话 它肯定紫色里面又有温暖变化 这就是我们薄范老师的口头才来了啊 画的油腻腻的 稍微压一下 稍微压一下 现在 现在就感觉这个颜色已经在纸里面去了啊 开始都还有很多那个白色的噪点在上面 好 然后 然后 然后这一块 这里一点点还有它的肚子 肚子上面有一点点偏 也是偏蓝色的 我们再换一点点 也是用的那个最浅的 它应该可以叫粉蓝色了吧 白色成分比较多在里面 还是一样用 还是一样用 因为它是处于暗面的啊 直接画这个蓝色的话太鲜艳了 我们要把它的艳密度降一下 把纯度降低 就是可以用一只灰色的压一压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把大关系画完之后再来做调整 看哪些地方颜色或者太艳了呀 或者程度有的没达到啊 都在调整 开水白菜说的加白后再用蓝色来提升亮度吗 其实白色你加上去它就已经亮了呀 不用再用蓝色了 你开始画蓝色的时候蓝色就要化到位 化到位了之后再加白色就可以了 后面再加蓝色的话有点不自然的 你加白色就是因为让它饱和 很均匀 压一下 然后我们这一块再画一下吧 然后还有这一块也是 再叠加绿色 我们再用蓝色的颜色 好,注意看这边和这边 是有变化的 这边是瘦光面 它要亮一点 这边是背光面要暗一点 我们怎么把颜色变亮了 还是一样的 用白色提一下 压一下,把这边 然后这边还是没有按下去 还是纯度比较高 我们再用灰色压一压 好,再用蓝色 把灰色覆盖一下 这个叠加的地方 我们用深度色再处理一下 刚刚那里不是很清楚 今天用的绿灰 然后120色的 稍微做一下调整 就是把层次感 再拉得更开一些 然后尾巴 尾巴这里开始只叠加了一遍 但是这个边边呢 它稍微亮一点点 我们再用这个蓝色的 稍微再提一下 然后这里 这里感觉有点紧 不是很自然 用那个黑色 稍微破一下下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上面的高光 可以用高光 可以用高光笔点一下 可以用高光笔点一下 这一块 感觉明暗关系 还没有那么强的话 我先是用了一只黑色的笔画的 稍微轻轻的 轻轻的画的话 它就有点像那个纵灰色 我们有的彩线 我们有的彩线只有24个颜色 对吧 有的是这种浅灰色 浅灰色 那我们呢 如果想要一个深灰色 可以用黑色的笔画轻一点 它就其实是一个 冻灰 再把这里加重一点点 然后这一块颜色 这一块颜色还比较浅 感觉饱和度也还不够 添加 然后这边 和背上的羽毛再区分一下 这里要稍微重一点点 背上的羽毛和这里的 所以我现在换了一只笔 这只笔都不行 重不下去 要用那个生猪 这些其实就是已经在最后的画面做一个调整了 就是 动的地方压一下 亮的地方提一下 这都是刻画了一些小细节了 生羊老师 就是再发一下圆图 或者有同学们有图片的也可以发一下 因为有的人有可能后面进来就没有看到那个图片 然后这里羽毛之间粽的地方还要粽一点 这里稍微亮一点点 我们如果颜色化粽的亮一点 是否可以用白色压一下 它就亮了 压一下 这里之前绿色还是画的不够 然后用这个深棕色把这里头脖子上的羽毛在那个这个背上的搭在上面的它会有一点点投影稍微处理一下 然后再发一下 然后再发一下 再发一下 画面这里现在太白了 因为我们之前是用那个柠檬黄打过一次底的 因为周围的颜色做了之后就会显得它更白 再压一压 用柠檬黄压一压 我觉得这里的颜色还可以重一点 后面的背景只画了一点点 如果你们想再画背景的话 后面的背景还可以再画的 因为之前这里的颜色都没画的时候 感觉背景挺重的 其实背景是还要画的 但是颜色浅一点也好 其实还可以加重一点点 如果你们要画背景的话 画背景的话画面会更完整 背上的橘色少了一点是吧 然后再画一动的地方 然后再画一段了 再画一场颜色的黄色重点 然后再画一张颜色也好 这里的颜色是几粒 normal的 一张颜色的颜色 但是我们可以重新项不复权的资料 少一点我们再加一些 哈喽后面一定把饼削尖一点 好 又多了 好,现在这个笔触感比较强,是吧 用橘黄色压一下 好,现在这个笔触感比较强 这里是稍微提尿,提尿一点点 再叠加一下 好了,我们今天就大概就画到这里了 然后 要下课了哟 我先总结一下这个画面,把有的同学来玩了 因为我们这个是分了三节课画完的 第一节课是莫范老师起行,给大家讲了一下构图 然后第二节课,上上周,因为我们上周放清明节假就没来上课 上上周就先画了上半部分 然后画那个,运用这个羽毛是怎样画的,用的压线笔,对吧 教了一个方法 然后呢,后面今天我们这节课了,把下半部分给画了 来晚了的,这么晚,刚来就结束了 然后颜色的运用叠加,其实也用了今天下半部分也用了那个互补色叠加,蓝色和橙色 上面上部分的大部分是那个,铜类色叠加,所以这节课我们既有那个铜类色也有互补色 然后讲了一下那个树,树干的轮暖变化 这个,这个知道吧,轮暖变化,刚刚让你们说了,知道了就敲衣 现在就是,树干是亮面偏暖,暗面偏冷 之前呢,这个嘴巴是,这个上绘哈 是现在亮面偏蓝色的是吧 半面呢,我之前就没有用那个黑色化,我是用了深红加普蓝 所以它下面呢,会有一点点偏那个红色 所以,就是有轮暖变化的 然后 就这几个知识点啊,大家应该吃得消 因为我们分了三节课画完的,所以就没分两节课 因为这个画羽毛的话确实还是有点难 它跟之前上的课的话有点不一样 之前,之前我可以,可能我画的更细腻啊,慢慢画啊,都能磨得出来 但是这个它是会有小技巧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秘密哈,就是用压线笔 大家记得了啊,这是点眼睛是吧 眼睛,我来讲一下啊 眼球 眼球 然后它是由上眼皮和下眼皮包裹的,是吧 我们经常画眼睛,可能就,就画一个这样,眼珠高光 然后,就这个样子,就感觉那个眼球是裸露在外面的啊 它,它是上眼皮包裹,下眼皮包裹,包裹的 然后呢,我们人的话,这里是叫那个下眼瞼 上面上眼皮啦,在眼球上面,我画一个细腻一点的,画人的眼睛哈 它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这里有一个内眼角 然后呢,我们的睫毛 上睫毛是吧 现在这里是没睫毛哈 但是我这里是先讲那个一个人的眼睛的结构 睫毛一定是长在眼皮上面的 长在眼皮上面的 好,下眼皮了,我们这里有个下眼瞼 就是像有一个厚度一样的,我们说的 所以经常说,眼皮啊,眼皮啊,会画的单薄 单薄是什么,它就是一条线 就是一条线,没有厚度 我们一根头发都是有厚度的哈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罐子,它是不是这里也是有一个有厚度的,对吧 那眼皮呢,肯定也是有厚度的 它这里就叫一个下眼瞼 下面的睫毛长在哪里的? 长在下眼瞼的,下面的 它不是长在这里的啊 不是长在这里的 这里有一个厚度,长在厚度的这个上面的 然后呢,上眼皮 我们人,光源一般是从上面来的 那上眼皮在眼球上面会有什么? 有投影 这个,这个知识点就讲多了啊 这个到我们高级班讲人的时候会讲到 那么画头影的时候 那么画头影的时候 黑眼球上面的头影 稍微比白眼球上面的 是不是要重很多 所以画的时候也要区分一下 然后是瞳孔,瞳孔比较重 一般那个高光就在瞳孔和外面的 这个眼,这个叫眼,眼网膜吧还是什么 在这个衔接的地方 所以,其实人和鸟的眼睛是一样的啊 都是有上眼皮,下眼皮包裹 它也是有内眼角的 然后这里呢也是会有投影 投影的地方 然后呢,鸟的眼睛和人的眼睛不一样 它这里是不是偏红的 要包裹着啊 上眼皮,下眼皮包裹着 然后高光用那个高光笔 提一下,会眼睛会更有神 大概眼睛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然后上中级班的时候 因为三期分的比较细 然后,会具体讲到眼睛 就不会等到高级班要画人的时候 再讲眼睛 因为我们中级班以后 会有那个花鸟班 有动物班 那么,每个都画动物 那肯定每个五官都要讲到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包裹,上眼皮,下眼皮 二期,二期没分那么细啊 不一定都是画动物 二期会画,也会画植物 会穿插一点动物进去 二期是播放老师教 我是到三期的中级班 三期中级班,花鸟、动物 嘿嘿,至少听到了眼睛 是吧 对,然后 这个,这个可能 刚刚山羊老师说了 一个月之后 会有录播出来 录播呢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有教程就是 怎样怎样看 现在已经 那个少要花 应该已经更新了吧 我看山羊老师之前 已经在做那个视频了 反正公开课里面 其实也有挺多画的 然后 大家平时喜欢的话 可以自己在网上找一下图片 就画的时候回应一下 老师上课的时候 讲的哪些知识点 回顾一下 然后再来画 这样的话 进步就大一些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 然后 就酷外药下课了 期待7月份是吧 哎呀,我也好期待呀 然后 7月份的话 先是素描班吧 先是素描班 反正你们先 先关注那个 优化微信公众号吧 里面都有 介绍 那就 拜拜了哟 拜拜了哟 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呀 我怎么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 现在都已经4月了 感觉7月就快要来了 现在都已经4月了 像我们一起来 阿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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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这个录播的怎么 你家庭了吗 没有 哈喽 宝贝们 你们想我呀 还有谁在呀 你要干嘛 没有 录播的还一直在录吧 在停是吧 好的 你是画完了它吗 好吃 就是 什么 是 真的 想我 这是 什么 我 Eig